的通话录音 叼了一期子声 听到和解的名字就恶心 这样再更加的去扩达 我明白 我明白你能意的 应该先等到我的孩子 因为我确实没有和解 这么豁得出来 我没办法做到这个 因为毕竟就是 就是教练在里面 他以后孩子出去 我知道 我明白 所以说对于我来讲的话 其实我也很难 您知不知道他俩是什么时候 好上这个时间节点 我不知道 因为我现在也有一些 困惑 你知道吧 就有一些困惑 我想知道他们什么时候 大概一个时间节点 你也知道吗 我真的不知道 也不确定 因为我是属于很大骚 我真的不确定 而且是把真的改着相信的那种 因为我知道他们俩之前 经常出会见面 而且他们不瞒我的 上去就是 而且就是频率很高 上去真正他们是 从什么时候开始 我不确定 就是他俩开始见面 很早以前就开始 包括我怀孕的时候 包括很多时候 一几年的时候 一五年吗 我不确定 很挺长时间 因为你知道 我也跟你一样 我是特大挑衅人 我的那种特简单 然后也是百分百相信 但是我是完全不知道 他跟调脸见面这件事情 我是从头到尾 我俩婚姻四年当中 我完全没听过这个名字 所以后来那个爱婚跟我讲之后 我都惊了 因为他周围的朋友 我都认识了 结果这个名字 我连听都没听到过 你们俩是什么时候离的 9月7号 那就是调脸回来跟你说离婚 也是直接就说了 他俩要跟何解好什么的 是吧 他说我们他俩新闻爆出来了 他说可以保护我孩子 他保护你的孩子 你和孩子 所以他要 他要跟你离婚 对 就是你俩没离婚的时候 你就知道他俩已经好了 是吧 当然了 那会儿一时的选择就是隐忍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完全不知道 我是去年的万证节 他 我从ID派系回来 然后他就晚上不回家 他说他去朋友那了 结果我当时有他那个苹果ID 一定位 他在立如皇冠假日呢 结果我就去了 那车停地下 然后他跟谁开房 他不告诉我 所以我我为什么问你这个时间节点 就是那个那个时段 是不是他就已经好了 所以我我其实我是被离婚 我是莫名其妙的就就离婚了 我什么都没做错 我不知道怎么了 就离家要光离婚 就那天晚上之后 我我不是上不去那个酒店楼楼上吗 我也我也推不开那房门 我也不知道他在哪个房间 然后第二天 我就想算了 我说不管他跟谁 我就算了 毕竟两个孩子 结果第二天回来 他就非逼着我离婚 死活要离婚 然后不依不饶的 你也知道 他是一个非常强势的一个女人 非常厉害 然后就非逼着我离婚 你说实话 我听那个名字 现在都觉得恶心 所以说他就不想 对他就说啥 真的 我听说啥